現在坐到東沖站 然後我要去坐那個 纜車 我要去坐這個 360度纜車 我要從B出去 360度纜車 那東沖站這邊出來呢 就可以先看到這個outlet 這個outlet呢應該等我等一下坐回來之後有空呢我再來逛一下這個outlet好了 那我現在就是跟著這個人潮往那個 360度纜車那邊去 那我這次的車票呢也是在Klook上面買的 所以等一下呢就是直接刷這個二維碼 坐車 那這個上面呢本來可以選擇要不要參 但是我沒有選擇夾購餐所以是無夾客 然後等一下去爬那個大火 因為他在香港機場旁邊而已所以可以看得到飛機起飛 沒想到今天禮拜一呢還是那麼多了 現在是10點44分 所以現場買的話價格會稍微貴一點 這邊有一個Klook的櫃檯 然後還有一個微信的 好 換了一個來回票 換了一個來回票 沒有 一個去的退休可以選擇一個 先來回票一下 好 謝謝 換了一個來回票 我想說是10點9點 安平四起 這邊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坐到這裡 然後等一下要經過這個市集與佛同行 一路將走到這個天堂大佛 這邊看一下這個寶蓮禪宿 好像平360度 這大佛看起來真的有一段距離 這邊還是有一些餐廳有在賣吃的 這邊也有 所以如果肚子餓可以在這邊吃一吃之後 再來去找大佛 想到等一下爬到大佛上面去的話 就覺得真的會有點累 今天沒有出大太陽 感覺這樣走一走就已經開始流汗了 我從纜車站那邊走到這裡來 就已經開始在冒汗了 等一下如果爬上去呢 不知道會不會整個衣服都濕掉 我覺得這個千萬不能夏天來 你如果夏天來真的會非常的熱 這個適合涼快一點的天氣 來這邊 不然真的 這種天氣還沒有出大太陽 我覺得已經走到開始流汗了 更何況是夏天大太陽的時候 所以說來的時間可能要自己稍微挑一下這樣 南天佛果 要準備走進去的這個門 一般來講我們都叫三門 走進來之後呢 旁邊這邊呢 會有這個護法的金剛 應該是護法的金剛吧 我自己用猜的 他是 鑰師十二神將 安底羅大將 那這邊是 鑰師十二神將 迷氣羅大將 所以他是帶機關 那看來十二個應該是十二生肖 這是我用猜的喔 因為我還是一樣沒有做功課 就來這邊逛了 所以說我自己這樣講的 你們要看真的資料 要自己上網去查 你看十二大將在做體操 那像不像我們做早操 這以前都在鄉下會常看到 現在基本上很少 可以看得到牛 當然是在找食物 哈囉 睡覺了 你是在喬一個你 比較好躺的姿勢就對了 前面呢就是寶蓮禪寺 要先走右邊這個 要先去找那個大佛 大家都在這裡拍照 過來啦 從這邊爬上去 我從那裡走過來 就已經滿身汗了 等一下要從這邊爬上去 我看到大佛 我已經開始流汗了 現在已經滿身汗了 嚇死人 這如果是真正夏天來的時候 我估計應該是我下纜車我就流汗了 還是說剛剛在坐纜車的時候已經滿身汗了 感覺那個 頭的汗就開始冒出來 頭的汗就開始冒出來 幾千苦瓜 太可怕了 好熱 到上面 終於到了 爬上來了 大佛 這邊有一個指示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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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往下看就是這樣 那就是寶蓮禪寺 這邊環境真的還滿清幽的 剛剛從這邊呢 進去裡面參觀 裡面的內部結構 那裡面有123樓 然後進去完之後呢 上去就不讓人家攝影了 所以基本上我也沒有拍 那基本上就是 裡面就是有這些 大概講一下 這邊怎麼建造的這些 這些歷史的過程 對 但是呢 你要不要進去參觀 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是不是特殊體質 如果你是一些 如果你是有特殊體質的話 我不太建議你會進去裡面參觀 因為裡面 可能要你繼續感受一下 對 但是我是不建議 如果你有特殊體質的話 你就盡量不要進去 你在外面 逛一逛拍完照就好 那上去完之後呢 會從上面的那個樓梯呢 這樣下來 然後再從那邊這樣下來 對 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大佛 所以呢 要跟大佛講拜拜 我要準備下去了 這個進看 真的還蠻壯觀的 然後呢 你不要問我說 為什麼特殊體質呢 盡量不要進去 因為呢 這個部分 我不方便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說 外面 逛一逛拍完照就好 OK 接下來準備往下 下山的路果然非常的輕鬆啊 下山的路果然非常的輕鬆啊 小腳喔 小腳 這厲害喔 想說你怎麼會用的小臉 還是用的小人哭好了 下來了 下來了 好了 有來大佛這裡 到此意有就好了 拜拜 那那邊是寶蓮產寺 如果你有空的話 也可以去那邊 看一看佛祖 那個呢 你們有機會就去看一看 我是有點累啦 我現在是沒有辦法走進去裡面看 看到這個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眼神 那個中間是 一個 類似像圓形石一樣的東西 然後它也是有 12345678 它是9 那第一個呢 第一圈呢 123456789 第一圈呢 是9個 所以它的是到9 9981 有沒有覺得這個跟天壇 的那個皇帝在跟 祭拜的時候 求天的時候的 那一個圓球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呢 就站在這裡 然後由後面那邊呢 往上照 然後再去拍大佛這樣 好啦 這是網紅最佳視角 那個 大佛拜拜 我要走了 這個 有點累 我想要坐纜車下去 逛奧列 我想要去吹冷氣了 OK 往這邊走 現在走到 纜車站了 準備先坐纜車 再把剛剛的票拿出來 來回 就可以了 就要是哪個機會 再按摩 就要是 再按摩 那邊 就要去 再按摩 那邊 太前面 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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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先坐 再按摩 我現在排隊的還蠻多的 還在排那個纜車要上去 還好我沒有禮拜天過來 因為如果禮拜天來的話 估計應該要排到很長的地方 可能會排到Outlet那裡去吧 先從Outlet這個門進來看一下 我先走進去Coke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包包我就知道到底有沒有比較便宜 因為我每次來逛Outlet的時候我都會看一下Coke的包包 現在是多少 這支的話原價4400 打上來的話2420 目前是2420 對 但是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對 而且剛推出這支比較新的盒 這個比較新對不對 對對對 2420 乘以4.5 所以是10890 乘以4.5 那是7600 基本上一般款式的Coach在國外的LA 我幾乎都是買100塊美金左右 然後這邊會稍微貴一點 7650 這個價格差不多跟台灣Outlet的價格是差不多的 看一下這個餐廳 泰國菜 韓國菜 還有火鍋也有 咖啡 蘇巴克 甜點 西餐漢堡 吃的還蠻多的 我覺得這個Outlet比較方便的是因為他都在室內 所以如果外面下雨的話呢 一樣還可以在裡面逛這個Outlet 一千四百九十九塊港幣 一千四百九十九塊港幣 九九九 兩件六折 都是兩件六折 這個經典款 等一下來看一下那個北連的價格 兩百三十 七百九 外套是1910 後外套2580 所以這2580跟我在美國看到的那件一樣 一百五四點五的話 外套是一萬一千六百一十 因為我逛這個Outlet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只會看那個 Coach跟北連的 大概來評斷一下說他到底有沒有比較便宜 那我剛剛看完了那個Coach的 他算起來的價格 確實是比 台灣還要再貴一點點 還有北連的外套 但是他北連的那件外套在台灣的Outlet 我沒有看到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算說 算說會差多少 但是基本上 看完了之後 我覺得他的價格會稍微偏高一點 所以說 你有想要買的東西的話 你就自己來看一下 我剛剛發現他旁邊這裡 有Shark Shark 就在這個東蔥站出來的旁邊而已 那我決定來吃這個 這個薯條一個就是四十三塊 雙層原味大排D夾著流星美國 這個名字有點長 小的二十七大的三十五 這根絲 然後掃二維碼 要先從這裡拿這個起來 這個讓他掃 九十三 然後繼續 然後把打翻 接下來找位子做 接下來找位子做 來做戶外 瘋狂震動 這個 而且 這邊有幾條 醬料可以自己加 來一點辣的 這水太大了 黑胡椒 鹽 這個 這個就是我點的Shark Shark 還有這個酥頭 還有這個漢堡 還有這個 鐵汁 要準備開動 那下面這裡呢 有一個巴士站 那我來這裡問看看好了 因為剛剛那個姊姊是講說二十億喔 不知道是SE還是21 請問一下如果 我要從這裡坐巴士去機場 是要去哪裡坐 對 B站好 做那個SE 21 SE 這個SE 這裡有一個SE 機場 那應該是在這邊排隊吧 來了 那麼長啊 現在從那邊 一定排到這邊來 來 那車子上面有寫SE 機場客運 大樓